這禮拜娛樂有帥哥 歐巴來玩囉 愛心愛心愛心 歡迎大家收看 本週娛樂一集棒 大家好 是我詠盈 好啦 這禮拜有免費的電影票 要請大家去看啦 是不是很有心呢 幾乎每個禮拜都有電影票 好 其實 這一集來做客的大來賓 我必須預告了 從來沒有那麼多粉絲 一直私訊我們說 到底什麼時候要播出啊 沒有錯 就是這禮拜播出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的 大來賓單元 到底是誰那麼多轟動武林 和那麼多迷美如雪花般的來信 不但我們說 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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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CTO 好 沒錯 這禮拜做客的大來賓 就是我們小豬羅志祥 力捧的男團CTO 其實這已經是我們 第二次訪問到他們 因為他們每年 都有新的單曲推出 這一回推出的新專輯 Started 當然 詞曲創作也都是自己的團員 來裡頭還有很多Rap 現場我們派出了高興 娛樂特派到現場 跟男團互蓋 他們畢竟高興也是男團出身的嘛 那當然 其實我們這一回真的蠻有心的耶 我們還稍微集結了粉絲 想要問CTO的問題 由高興呢 親自去問他們 所謂哦 如果你是CTO的粉絲的話 這一集的內容很精彩 歐巴們哥哥好會放電哦 每個都好帥哦 一塊來看我們的CTO專題報道囉 王菲的故事 娓娓到來 我們說到王菲在1989年 我出生那一年推出了 她的同名專輯 王靜雯 只不過呢 這個專輯推出之後呢 試試看水文 反應好像不如預期 有一段時間呢 王菲其實到了美國這邊 陳潛進修 後來又再度回到香港的時候呢 她的作品就比較挑戰多元化 甚至加入一點西方R&B的感覺 致敬Diana Rose等人 只不過到了鄧麗君試試之後呢 你會發現其實王菲的唱腔 跟鄧麗君 有那麼一些些的 異曲同工之妙 都是帶有一點甜美 可笑虛無飄渺的 甚至呢 你會發現呢 她的聲音好耐聽哦 她的作品呢 想當然 像是紅豆 還有我的天空 天空這首歌呢 這兩種都可以說呢 是王菲的招牌歌曲啦 那後來後續也 當然是有推出很多 不一樣的作品 但最近最近這幾年呢 其實王菲比較少 有一張很完整的專輯 基本上都是幫著電視劇啊 或者是電影配唱比較多 直到那麼一刻 我實在是覺得驚為千人啊 就是當年王菲站上春晚的時候 然後傳奇這首歌一打出來 轟動整個舞台 大家覺得說 你聲音真的好好聽哦 算是後續不是有人說 她是對嘴唱嗎 但是不管 王菲的實力其實就是擺在那裡了 而說到王菲呢 其實也是走在時代的尖端哦 比方說她的一些妝容啊 還有紅色的爆炸頭啊 藍色的眼影啊 甚至呢 紅色的一些眼影 也是打在眼周周圍這樣子 比較前衛的妝容等等 也是因令時代潮流尖端啊 現在的王菲作品比較少了 可是好聲音啊 我們特別做了一整集 讓大家回味 但其實呢 真的就像王菲自己歌唱裡頭講的 就是因為在人群當中看了你一眼 所以呢 心一直牽掛到如今 講的就是風飛戀 必須說這兩個人之間的感情 撲朔迷離 分合合合 分分合合 2000年的時候呢 高調認愛 可是沒想到呢 最後這王菲嫁的 卻是李亞蓬 然後又分手了 又離婚了 然後呢 最後還是又回到了謝平鋒的身邊 這樣的曲折離奇讓大家是物理看花 王菲的愛呢 其實非常的高調 跟誰在一起呢 也不怕被你知道 比方說他第一季任的丈夫呢 窦瑋 當時是黑豹樂團的主唱 然後生下了窦靜童 窦靜童其實也是一個很會自談自唱 很有創作才華的才女 然後後來呢 又遇到了李亞蓬 2005年的時候呢 兩個人結婚了 生下李嫣 當時呢 李嫣小時候不是還有吐醇的問題嗎 所以還成了一個李嫣基金會做愛心 然後後來呢 還是退了這感情的持續了八年的婚姻 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其實你看到這夫妻兩個同框的時候呢 接受專訪 他們有講說在彼此相處的一些樂趣 當時王菲還長在家裡頭呢 每一個瞬間 他都是覺得很幸福很滿足的 然後呢李亞蓬也有偷偷透露說 因為王菲嘛大明星嘛很紅嘛 上街呢其實有點不太方便 會被狗仔拍會被人家認出來 所以呢家裡呢 他很常就會網購買一大堆的包裹 然後呢清潔阿姨打掃阿姨呢 每天呢都好多人在那邊按門 連快遞上門 他都要幫忙收包裹 快遞呢最後就問說 請問你們家是開公司的嗎 不然為什麼每天都那麼多包裹啊 其實這也滿好笑的 好最後最後呢 其實呢風飛鏈這一段愛情呢 也是讓大家覺得最為的刻骨銘心 兩個人分手的時候 大家說喔我不相信愛情了 兩個又在一起的時候呢 就說喔我又開始相信愛情了 他們兩個呢勤簽了好久喔 十幾年 最後呢謝霆鋒還是回到了王菲的身邊 被小S不斷逼問他的時候呢 謝霆鋒還說 沒錯我是有親手下廚做給王菲吃的 這兩個人之間呢 感情世界到現在為止呢 依舊是濃情蜜蜜甜蜜蜜的 好我們現在要透過我們的 娛樂一季棒的金頭 帶你一窺王菲天后的感情世界 天后 GDGD 鋼琴界的GD實在是有夠帥的 我們要歡迎江天玲來做客啦 他其實本身還是歐陽娜娜的老師喔 教他彈鋼琴 好我們這一回又派出了高興要去職集 江天玲的秘密小房間 他在這邊呢其實還有教高興 彈鋼琴耶 你可以想像嗎 哇他說他自己不是一個很愛碎碎唸的老師啦 雖然說歐陽娜娜說他也還蠻愛碎唸的 但鋼琴界的GD呢他真的是蠻有毅力的 一口氣瘦了27公斤 本來比較肉肉身才突然之間一天變形男 他說小時候呢每天都要練五個小時的鋼琴 媽媽呢就說好你要給我繼續練下去喔 如果你說喊累不想練的話 那以後就不要再碰鋼琴了 於是乎練就了他一生的好本領 透過我們的鏡頭一塊來看看我們的 鋼琴大師 鋼琴界的GD秀琴奕吧 這禮拜呢的確是有電影要請大家去看 就是我們的殺手預言 這是一個日本有點 灰諧黑色幽默的搞照電影 那麼裡頭就講述那個天才無敵 神殺手 六秒平均可以殺一個人 可是突然間被order說一年內 都不可以殺人要過著普通人的生活 他辦得到嗎 一塊來搶先看看我們的電影預告片囉 好真的喔要一個天才殺手不去殺人的話 實在是一個終極挑戰好難好難好難的任務 就是這一部殺手預言 這禮拜要請大家去看 如果真的很想獲得我們這部電影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這時候拍照 然後PO到我們的粉絲專頁 別忘了分享出去 讓大家都知道有贈票消息 還有別忘了幫我們的粉專按個讚好嗎 也謝謝大家這禮拜的收看 還有支持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我們再見囉 我是詠盈 我們掰掰啦